大家好 这几天一直在忙工地的事 但是我们根据地装修这一块也没搁置 一直在进行中 通过内装师傅这几天的努力 现在根据地这一块马上就要完成了 接下来就该定家具跟家电了 今天过来看看 顺便统计一下室内灯的数量 把灯定一下 看看这几天变化还是非常大的 院内的涌道已经铺出来了 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之前 从邯郸拉过来的古建地砖 这是防骨的瓷砖 铺出来之后的一个效果 可以看一下这花形是五幅 中间一个幅字 两边都有十公分的回纹线 铺出来的一个涌道 现在还没清扫出来 只是铺出来了 等到后期再来个大扫竹 一定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然后剩下的位置呢 以后就是硬化做草坪 做绿植的位置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室内装修 昨天我们的室内背景墙呢 也已经到货了 可以看一下 室内客厅的地方 后期是茶室喝茶的地方 然后后面呢 做了一个古建砖雕的背景墙 可以看到材料都在这了 角花 包括一个荷花鱼的 80x80的方形砖雕 包括这些砖 后期来拼接一个图案 还有回纹线来做圈框 然后我们进室内看一下 这几天室内的一些进展啊 看这台节也做好了 波浪纹 祥云的波浪纹 踏步 三踏步 进来之后就是唐莲的地砖了 室内的地砖跟室外 还是有区别的啊 室内的话花形没那么大 后期好打理 它是暗唐莲的 两段也有回纹线 而且是预留了缝的 后期要做白色的缝 来做搭配 那个背景墙呢 后期是做到客厅这个位置 总宽是三米 高度是一米八 然后这里呢 就是做一个多宝格 现在墙面这一块 逆子也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要刷乳胶漆了 大茶台呢 是在这个位置 进来之后是个大茶台 然后餐厅 卫生间这一块 内部都弄完了 餐厅跟卫生间呢 全部是扣的集成墙板 然后这个呢 就相当于一个 后面的一个大餐厅 一楼就不做屋室了 这个主屋做一个餐厅 后面也是做乳胶漆 刮白 然后楼梯踏步 都也已经铺好了啊 看一下 所有楼梯间呢 全部是做的集成墙板 中纤维的集成墙板 马上就要完事了啊 墙板这块上面都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差吊顶了 师傅今天下午应该可以把顶吊出来 上来楼梯之后 这里是一个洗衣房 可以看到我们洗衣房 包括所有卧室的墙板呢 都是用的这种白布纹的来做装修 像卫生间的话就用的这种光面的了 这种防礼食的这种光面来做 就在墙面 然后后期这就差吊顶了 这两天吊完顶之后 也该赶紧把马桶全装上 把卫浴都装上 然后卧室这块墙板也已经完成了 都是进行吊顶的阶段了啊 可以看一下 剃脚线都装上了 现在里面你光看墙面的话 已经看不出这是旧房了 等吊完顶之后 这里肯定是全部就是新房 这是一个卧室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卧室的啊 这个卧室是带阳台的 以后摄影师就住这个卧室 行吗 俊子 可以 这屋挺宽敞 而且还带阳台的 方便你照望远方 这师傅呢 等会儿过来 开始要封这个玻璃顶 这里也可以做一个办公的区域 后面呢 就是大棚了 这大棚都装的是旁个庄西瓜 可以每天望着旁个庄的大棚瓜 然后边工作 边看西瓜 然后这几天就抓紧弄 把所有家具家电配集之后 我们就入住了 到时候也欢迎大家过来坐坐 一起喝茶 一起聊天 好了 再统计一下所有灯具 我们就去采购了 我们下集再见